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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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歲之前 我靠臉吃飯 25歲到35歲 我靠男人吃飯 35歲我才真正靠自己 我是林佳麗 今年40歲 也許 林佳麗說話 對 我就是中國市商經理那個 被家長集體滅爭 上路頭跑的乾淨媽媽 今年 很多人說 我是見識版的羅子君 也許我身上跟她有一點相似之處 我們都是全職太太 35歲之前 我是一個沒有工作過的全職太太 當然這個詞其實只對付我來說 只是一個包裹 我覺得我更像一個寄生酬 我每天都很空虛 然後只會逛街買東西 什麼都不會 我當時非常的自卑 我經常會買一些漂亮的衣服 開市派對 想讓自己開心起來 但是沒有用 我反而更加自卑 我慢慢地開始抑鬱 開始不喜歡與人交流 我討厭照鏡子 因為每次照鏡子 我都覺得裡面是一個吃生而體的人 衣服鞋子都並不真正地屬於我 我不會笑 我討厭自己 我甚至不喜歡關燈睡覺 但是白天 我一安藥裝的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因為沒有人理解我 每當我跟別人提起我的不快樂時 我就會被定義為 生在福中不知福 就是這樣 我開始幻想死亡 因為我覺得死了我就不會有煩惱 但是我不敢改變自己 我記得每當我提出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我老公就會說 你除了花錢 你什麼都不會 我很討厭自己 真的很討厭自己 因為在所有人的眼裡 我只是一個花瓶 我沒有任何的用處 其實我心裡面真實的聲音是 我很想改變自己 我想靠自己 我希望自己可以自信自由地活著 但是我不敢 極度痛苦的時候 我選擇了一次自駕遊 2011年的9月 我不顧家人的反對 從成都租車出發 目的地是西藏拉上 13天艱苦的自駕 我試過一天開了20個小時的車 我還試過越過高海拔的雪山 我還試過到了一個塌方的地方 沒有地方加油 我困在那裡 我還試過遇到當地人 發現我是一個女司機的時候 對我豎起了大拇指 一路上發生了很多故事 我認識了很多的陌生人 其中有一個人讓我印象深刻 他是來自深圳的白嶺小園 他一個月的工資3800塊錢 還不夠當時的我買半雙鞋子的錢 可是他非常的快樂 他喜歡旅行 他的假期很少 這次兩個月的徒步 他準備了三年 他跟我分享他自己的很多目標 他說他想幫爸媽買房 想去美國旅行 他想買更好的裝備 聽著他說這些 我十分的慚愧 因為我沒有目標 我沒有夢想 我可以看到十年 二十年後自己的生活 還是這個樣子 他跟他聊天非常的自信 他的笑 總是讓我覺得好美好美 可是我讚盡他的時候 我發現他其實並不美 他臉上的皮膚也不好 可是他的自信 讓所有人都會被他的笑容感染 很多年不會笑的我 好希望 我有一天也可以笑 我有一天也可以像他那麼自信 西藏歸來 我每天都在問自己幾個問題 為什麼我不會笑 為什麼我沒有夢想 為什麼我要過於自己不喜歡的生活 為什麼為什麼 我後來似乎想到了答案 於是 我開始改變自己 我提出了靈魂 我帶著孩子 離開了原有的生活 我希望可以改變自己 但是我要面對的一件事情非常的恐怕 就是我沒有錢 我也不會賺錢 以前我有錢的時候 我覺得借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當我沒有錢的時候 借錢真的很難 當我朋友知道 我帶著孩子今生出戶 想問他借錢的時候 他馬上拒絕了我 他對我說 你快點回到過去的生活吧 做一個一來伸手 再來張口用的人 讓孩子有一個冷靜的生活 當時被拒絕之後我非常自卑 我覺了 沒有人會幫我 於是 我開始躲了起來 我想方式法的去賺錢 我不知道 怎麼樣能賺到錢 我嘗試過找工作 但是沒有人要我 我怎麼辦呢 我當時想到什麼 我就去做什麼 我遇到困難 我就去克服 克服不了 我就找新的出路 因為我知道 我不想 不想再回到過去的生活 我一定要改變自己 我當時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但是我開始明白一個道理 我要行動 我不可以光想 想一半天 還不如去做一遍 我開服裝店 當時我沒有客人 我去找過員 我去拍照 然後我還印了很精美的傳單 放在人家的車門把手上 我在旁邊靜靜的等待 我發現來拿車的人 看都不看 把我的傳單丟在地上 我心裡面特別的難受 為什麼 他們就不能看一看 為什麼 就不能給我一個機會 於是我改變了方法 我拿著傳單 走上去遞給任何所有人 我一次一次的被拒絕 我絕望了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還要去堅持 有一次 我非常委屈的表情 跟一位女士說 你好 我是在旁邊開服裝店的 你能不能看一看我的傳單 她當時可能趕時間吧 她推開我說 走開走開 我當時真的急了 我對她說 你就不能看一下嗎 我又不是壞人 她當時被我的反應嚇到了 她伸手拿過傳單 她說 好好好 我看一下 就是因為這次的爆發 讓我勇敢 我不再覺得委屈 我也不再害怕任何人拒絕我 我只是想靠自己 我沒有錯 就是這樣 我每天都在嘗試各種的方法 去找客人 讓別人買我的衣服 白天我拿貨 拍照 晚上我在微博上跟各種人聊天 套禁服 我希望可以賣出我的衣服 但是幾個月之後 我的生意沒有任何的改善 當時我非常窮 我欠著 我欠著保姆的工資 我擔心兒子的學費和保險費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不敢正視他們的眼睛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感覺自己已經走投無路了 我感覺我自己快要死了 有一天 我把我拿了一萬五千塊錢 放在我的床頭 她對我說 小姐我不需要錢 你先拿去用吧 當時我馬上哭了出來 我真的裝得好累 我沒有錢 可是我不敢告訴父母 我已經離婚了 我不敢跟任何人說我沒有錢 我也不敢 不敢去跟前夫拿錢 因為我害怕失去兒子的撫養圈 我感覺自己就是在懸崖邊上 馬上就要掉下去了 就是那種感覺 2001年9月 我當時除了虧損的服裝店 我什麼都沒有 我做中介虧了三萬 我做直銷虧了七萬 我開店館虧了十八萬 我買股票虧了五十萬 我當時還欠著服裝店的租金 可能大家都會問 你不是晉升出戶嗎 你哪來的錢 這個錢是 我走同路的時候 瞞著父母 賣老家的房子拿著錢 這個是我最後的 最後的辦法 但是三個月被我全都虧光了 我當時有一種感覺 我覺得我馬上要是這孩子 馬上就要死 就在這個時候 我服裝店有個女客人跟我說 你陪我去歐洲購物吧 去八天 我給你五千塊錢 包機票酒店 當時我都驚呆了 我說好好好我跟你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於是 我 我開始上網去找各種代購 我記得 我找了很多很多代購 把他們的微博從頭看到唄 我特別想看他們是怎麼賺錢的 然後我寫了一番很認真很認真的 求助信 我希望可以跟他們認識 然後跟他們合作 我當時找了二十多個人 結果只有兩個人領我 就是這樣 我的第一次歐洲代購之旅開始了 那次我賺了一半八千塊錢 我拿著那個錢 痛哭了一個晚上 因為那個是快要絕望 快要死的我 靠自己賺的錢 就這樣 我成了一個每個月 往返歐洲的代購 當時 我在歐洲 我睡過機場 睡過火車站 睡過商場門口 我被店員趕出過門 我自己搬過一百公斤的行李 我根本就不會英文法文 德文義大利文全都不會 但我跑遍了整個歐洲 過程很辛苦 我每天工作超過十六個小時 但是我真的賺到了錢了 我成一個不會賺錢的女人 變成了一個可以約入六位數的女人 當時我體會到了靠自己的快樂 當時我開始自信 開始被認可 我感覺我又活過來了 我感覺我呼吸的空氣都特別的新鮮 2013年1月到2014年11月 我過上了很穩定的生活 這個時候我又開始犯難了 因為我代購的工作 讓我沒有安全感 我想改行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我除了買東西賣東西 我什麼都不會 這個時候我真的很焦慮 我各種的嘗試 經過了五個月 我發現我自己也有夢想 我從小就特別喜歡喝湯 我希望可以開一個自己的燉湯品牌 當時我去研究各種燉湯 而且我也是個喝湯的受益者 就在這個時候 我得到的不是支持而是日理 身邊所有的人都跟我說 你在那裡瘋了嗎 你好好的日子 不過你好好準備 餐禮你會嗎 對的 我不會 但是我可以學 還有很多人在等著看我的笑話 其實我已經不是幾年前那個 每天一類洗面的女人 我知道任何的成功 都不可能是輕而易舉 任何的成功 不要經過堅持和努力 於是我開始把自己歸零 一切從頭開始 當時我拍照片 選那個包裝盒 然後宣傳推廣 全是我一個人 當時有一次 我記得我找那個外賣的包裝盒 我在網上面 找遍了所有頭髮的那個 包裝盒的點 然後 我叫了 我三遍三遍的睡覺 我叫了各種外賣包裝 一個一個的對比 當時 我像打了雞血一樣 我三遍三遍的睡覺 我一點都不困 我感覺 我感覺我在碰到一個自己的孩子 但我特別的興奮 就在這個時候 我接到了我是演說家節目的邀請 我當時嚇壞了 我是一個不善表達的人 我根本就不敢在公眾面前說話 而且我天生大蛇頭 我就在想 我又想上又不敢上 當時所有人都鼓勵我 於是我開始想 我要拼盡全力 我一定要努力到最後一天 然後我就每天 當時編導跟我說 你要找一個焦點 你要多練習 你的水平太差了 於是 我就每天對著一根柱子 反覆的練 大家知道嗎 練了一天之後 我整個人都歪了 就是這樣子的 後來我才發現 我在那個大廈裡 居然沒有一根直的柱子 全都是歪的 每根都是歪的 就是這樣 我反省每天 哭著練習幾十遍 我恨自己 恨自己的笨拙 恨自己的大蛇頭 我當時痛苦的 就想咬蛇自禁 我想著 我蛇頭大應該比較好咬吧 就是這樣 我沒有放棄 我堅持和努力 然後我終於站到了 演說家的舞台 我的那篇演講講得不好 叫做自己的女王 但是我的視頻在網上面瘋傳 我真的很開心 很多女性通過微博找到我 她們對我說 你家裡我聽你的故事 我都哭了 還有的人對我說 我聽你的故事 我開始想改變自己 還有人跟我說 她因為我而變得更加勇敢 我真的好開心 我感受到了演講的力量 我感受到了 被陌生人認可的快樂 就是這樣 我的燉湯到現在已經兩年多了 當然不是一番風順 在途中我遇到了很多困難 當時我沒有錢 我去做微商 去賺錢養我的品牌 很多人讓我放棄 但是我遇到再大的困難 我也從來沒有想過放棄 終於在去年我的品牌得到了投資 現在再往全國發展 我希望我的夢想可以成真 我總是跟很多人說 我是專業賣商100年 還有97.5年 我想過去的自己 再看看現在的自己 我感覺就像換了一個人 過去的我自卑 富能量 我不會笑 現在的我 每天都會不快樂 我覺得沒什麼大不了 只要 只要自己喜歡 就去追求 其實成功並不難 難的是 相信自己會成功 我 林佳麗 不靠男人 不靠臉 我是靠自己 我覺得 我可以改變 我可以突破舒適區 所有人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我的小朋友情緒 謝謝